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收到珠寶设计的期间 我发现到几阴创新的理念 都需要传统珠寶 和一些基本珠寶知识 作为根基 回到香港之后 很幸运地 我可以在一个 Hydro的团队里工作 当中设练到不同的范畴 例如去选顺材料 由设计到去做research 甚至乎我可以去工场 和师傅去感激的沟通 这些都增加了我不少的经验 但当认识更多 就发现自己不知道的就更多 所以在工作期间 我就去了GIA美国保石协会 继续收到钻石和保石的课程 在这年半的期间 我发现天然的保石 对我来说是有着独特的美态 所以我慢慢就发现 其实自己可能可以 将自己的兴趣发生为事业 Paradisos其实是希腊文 它是解天空之城 或者是空中花园 亦都是英文Paradise天堂的前身 在这个天空之城里面 其实是会在住希望 追逐梦想和色彩的 而当我们的理念 其实是坚持用天然的保石 所以我们很希望 透过我们的作品 去令到更多的大众 去知道可能被低估了 价值有一个保石的美态 而在传统classic jewelry 和fast fashion的市场里面 我们很希望做一个平衡 希望我们可以保留着 传统金工艺的一个精神 但是同时也可以带一些 新铃时尚的设计给大众 然后我们在香港 一个销售店都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就有 大概5至6个的销售店 而刚刚6月中 我们也搞了自己的 独立品牌的Pot-up店 而将来9月份 我们也会去巴黎参展 很希望我们也可以 像我们Piradisos的理念一样 就是一步一步地 坚持自己信念 努力不懈地 慢慢地达向 这个天空知识的领域 而最希望的就是 都不是市场 越来越多不同 独立品牌的单身 我们很希望在将来 我们是被市场需要的 其中一个珠宝独立品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